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永宁古塔高于百米的通天之室 120到150米 巨型的一个摩天大楼 北魏洛阳永宁寺 这座北魏时期建筑艺术的最高成就 却仅仅存世16载 便会一大火 希望崩塌的一个痛 大家都放声痛苦 他缘和修建 形貌如何 又在身后留下了怎样 不可思议的传奇与故事 本期考古公开课邀请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副研究员刘涛 为您讲述福日一梦 永宁寺 即将有礼物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 最后一 anthedworm 最后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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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有故事 文明有溫度 让我们分享古老的秘密 让我们踏上发现的征途 欢迎各位来到考古公开课 也欢迎六位学员的到来 欢迎大家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 就是北魏洛阳永宁寺 这个寺院距今已经有1500多年了 在当时 它被称为世界上的超级工程 而永宁寺在历史的沉烟当中 为我们留下的是一副 几乎完美的安详的表情 虽然它只有半张脸 请大家来看一看 虽然只有眼瞼下边的部分 但是它依然穿越时光 带给我们一种 涉人心魄的美丽 仿佛对众生 充满着悲悯与宽容 我相信大家已经 被它的魅力所感染了 这样的雕塑作品 和这座永宁寺 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是一座著名的寺院 也是一座空前绝后的寺院 很遗憾 在一场无可挽回的大火当中 它最终只剩下历史的惊鸿一片 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高兴地 邀请到了一位主讲嘉宾 跟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沉烟 让我们去感受那段辉煌 我们把热烈掌声 送给中国社会科学 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让我们欢迎 汉卫洛阳城考古队的队长 欢迎刘涛老师 我们今天主题叫做 北魏洛阳永宁寺 先请刘涛老师 简单地跟大家讲讲 北魏洛阳永宁寺 它是在我们今天的 河南省的洛阳市 它的始建是 北魏孝明帝的西平元年 也就是公元的516年 它是当时北魏洛阳城里面 按照文献记载 一千多座寺院中 最宏大 最地位从高的一座 它的著名的 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 第一 它是一个皇家的寺院 它的等级非常高 另外一个 它是以卓越的这个建筑和精美的 就像刚才我们看到 那个半边佛列一样 这些精美的塑像 闻名于世的 所以说我们看到 洛阳永宁寺 我们就想到了 在洛阳在那个一千五百年前 那个血雨腥风的时代 但是我们的古人依然给我们留下了 穿透一千五百年前之后 给我们的美 给我们心灵的那种震撼 北魏洛阳永宁寺 那我们的这个佛像出土 在永宁寺的具体什么位置呢 在永宁寺的塔基的旁边 永宁寺塔 这个塔就叫 永宁寺塔 永宁寺塔 土木混合结构的 楼阁式的一种塔 北魏永宁寺的木塔 被称为当时这个城市里的摩天大楼 它有多高呢 我们给大家找几个参照物 来 请看大屏幕 山西应宪寺塔 67米多 然后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光滑路办公区的 234米 然后我们上海东方明珠468米 中国尊是528米 好 现在问题大家猜猜看 这个永宁寺塔有多高 A B C D 和谁接近 A B之间还是B C之间 我觉得是B和C之间 就200到400之间 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 200到400米 我觉得应该比A高一点吧 比A要高一点 这座塔到底有多高 历史文献是怎么记载的 有一本当时北魏时期的一个人 写的一本书 叫《洛阳前兰记》 它这个记载呢 说是永宁寺塔呢 举高就这个高度呢 有90帐 包括塔基啊 包括塔基 从塔基开始 90帐 90帐 上面呢 还有 就是我们现在去看塔 塔上面还有个塔叉 就是高出来那一部分 细细的那一部分 那个叫塔叉 那个塔叉呢 还有十帐 我就说从地基到叉顶 大概是100帐 这是前兰记的记载 还有一个呢 就是水晶柱 是北魏的力道园 力道园对水晶座的柱 其中记载呢 我们说是这个塔呢 从最上面塔叉那个 筋肉盘 到下面的地基 就叫地面部分 是49帐 也就是大概50帐 所以说呢 这个就塔的这个高度而言呢 一个是大概100帐 一个大概是50帐 这个差了大概有一倍 肯定这个数据 有一个是有问题的 对吧 100帐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我们知道 当时北魏的时候呢 这个尺度呢 不像我们现在 都所有东西都国标 是标准化的 在古代的时候呢 这个尺度也会有所不同 一般呢 我们现在认为 北魏的一尺的长度呢 就是27.9厘米 我们古人对于尺的理解 就是这个 从肘关节到手腕 对 这就是一尺 叫尺骨 所以这个呢 大概就是北魏 对于一个尺的理解 27.9厘米 那么如果按照 100帐来计算的话 那这个塔的高度是多少呢 279厘米 大概呢 大概呢 回到我们现在这个角度 来理解的话 大概相当于90层峰 对于这个高度呢 齐兰记呢 也在后面也写到了说 站在洛阳城100里之外 大概离洛阳城 大概40公里的时候 就能看见这个塔的高度 有一次呢 我去咱们北京的北边 那个牧田玉的长城 那天的天气也特别好 我站在牧田玉的长城上 我能很清晰地看到 我们中国尊 我后来还看了一下 大概其 从牧田玉长城 到我们这个大概 CBD这个区域 大概50公里 所以我们再回想到 北魏时期 站在40公里开外 我们去看一个百米高 甚至更高的一个 高层建筑的时候 应该也是非常显而易见的 这个高度是按洛阳前兰记的记载 那如果按照水晶柱呢 核算出来它的高度有多少 水晶柱呢 除了这个对于塔深的记载 大概有49丈 50丈之外呢 还记载了说这个塔的下面的 这个地基部分 边长14丈 如果按照27.9厘米算的话 大概就是39米左右 这和我们现在发掘出来 这个塔的边长 一个塔基的边长 38米多 就基本接近了 也就是说水晶柱的记载 可能更接近于真实 是这么回事 我们现在学界的主流上呢 还是以为力道源的记载 相对准确一点 可能大家觉得 这个塔的高度呢 在120到150米 相对来说 可能是比较可信 我们取一个中间值吧 130米 130米相当于多少层楼高 40多50层 40多层楼 将近50层楼高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它的这个射人心魄的 这种压迫感 现在世界上最高大的 也保存最古老的 纯木构的这个 硬线木塔的高度 大概70米左右 也是这个宁线木塔的两倍 谁答对了 掌声鼓励一下 在当年的洛阳城里边 如此一座宏伟的建筑 真是空前绝后啊 那么这座塔 后来的命运 哎呀 这个塔呢 从它开工建造 到它建成 大概用了两年的时间 从它建成之后 到它的焚毁 也就是它存世时间 只有短短了16年 是什么人创造了这样的奇迹 而这个奇迹又为什么会轰然倒塌 所以今天我们要伴随着 刘涛老师的讲述 一起走进这一段沉烟当中 接下来让我们把掌声和舞台 留给刘老师 有请 北魏洛阳永明寺的 他的建设呢 事实上是和我们北魏历史上 两位著名的人物都有关系 一个呢 就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 北魏的孝文帝 另外一个呢 就是当时北魏晚期的 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政治人物 胡太后 孝文帝迁都洛阳的时候呢 规划在洛阳城里面 要修建一座佛寺 这个佛寺的名字就叫永宁寺 但是呢 孝文帝并没有来得及 去修建永宁寺 到了二十多年后 到胡太后的时候呢 开始修建了这个永宁寺 是在北魏的 这个孝明帝的西平原年 就是公元一百五百一十六年 当时洛阳永宁寺 永宁寺在修建的时候呢 他因为要修建这么高的一个 大的一个建筑 需要去做非常深的地基 当时在挖掘地基的时候呢 就在地基下面 发现了这个金像 按照文献就在金像三十余尊 胡太后就认为 因为他也是非常 这个笃信佛法的嘛 他就认为这是一种 非常大的一个祥瑞 可能呢 就对永宁寺进行了更大的 扩建 使得永宁寺呢 超规的修建 因此呢 我们来说 这个永宁寺当时在建设之初呢 就非常的重视 永宁寺塔建成了以后呢 这个还是胡太后本人 她呢 带着皇帝 孝明帝呢 她俩一起 共同登到这个塔的上面 这个塔我们刚才说了 它是个多层的楼阁式的塔 按照文献记载有几层呢 有九层 胡太后呢 和当时的皇帝孝明帝呢 共同登到塔上面 站在塔上 按照秦兰记的记载说 事宫中如掌内 临京师若家庭 什么意思呢 就是站在永宁寺塔的顶层 去看当时的皇宫的时候 就像什么呢 就像看自己的首长一样 看整个洛阳城 就像什么 就像看一座宅院一样 胡太后看到这个情况以后 就觉得有安全隐患 侵犯了这个皇宫的隐私 所以说当时塔建成之后呢 胡太后他们就下了一道令 就不许一般的人随意登塔 也就是说这个塔呢 可以讲建成之后 第一批 第一批观众 就是胡太后和皇帝 在此之后 应该就没有人登过了 没有符合他们身份的人登过了 秦兰记的作者杨玄之呢 自述他曾经和当时的河南尹 也就是说相当于现在的 北京市市长胡孝氏 他们两个人一同登塔去看过 从塔上 他自己的描写说 他从塔上俯瞰周围 周围的云雾缭绕 整个云雾都在自己脚底下 这是他自己的描写 但是他究竟有没有真正地去登过这个塔呢 我们现在不得而知 虽然说这个塔建成以后 登临的人比较少 但是因为这个塔本身 塔是用来干什么的 是用来供佛的 这个塔 它的这个声明远播 前面也讲过了 百里之外都能看见这个塔 对当时的人产生了非常大的吸引力 大家虽然不能登到塔上去 但是不妨碍大家 站在远处对这个塔 来进行我们的崇拜 按照文献记载的话 就是由数万的僧尼 到这儿来观礼观塔 所以这个塔呢 也成为当时中外佛教信徒 鼎礼膜拜的一个圣地 当时呢 有个西域的一个僧人 叫菩提达摩 就是从西域从波斯国 到中原来的一个湖人 波斯一路上 到我们洛阳去想见一下 他可以在路上看到 非常多的山川景物 包括人文建筑 他看到了很多 但是他到洛阳来了以后呢 他就看见这些塔顶的那个金盘 在日光的照耀下 闪闪发光 而且呢 这种光彩经过折射反射 叫光彩可以照到云上 塔四周挂的一些铃铛也好 风朵也好 在风中晃动 鱼耳的声音响彻云天 普希达摩 他没有登过塔 但是这就是塔本身的高大 这种塔给的他的这种体验震撼 他自己不尽的唱歌赞铺 这实在是神明的功能 那么这些东西呢 除了这个古人在文献上 记载这个东西之外 我们有没有更多的资料 让我们去体验 去了解这个塔本身的这个情况呢 这就是我们考古工作 也通过我们的考古发现 对洛阳齐兰记所记录 中间的记载 我们可以做一个互相的一个印证 洛阳齐兰记对这个寺院的描述呢 说是这个永宁寺呢 它是一个典型的宫殿化的一个寺院 它的外面呢 有一圈围墙 这个围墙呢 也和工程的这个围墙呢 大概是类似的 在它的南 东 西 北四面呢 各有一个门 而且它南门呢 和工程的正门 端门呢 在建筑格局上呢 是一样的 在这个塔的后面 还有一个大的一个福殿 也和当时工程的正殿 太极殿是一样的 佛殿里面供奉的造像 那更是做功其巧 关于当世 而且这里头除了当时北魏皇家 在这个寺院在塔里头供奉以外 还有很多国外当时的 北魏的外面的国家 进宪的这些佛经和佛像 都在这寺里陈列起来 我们通过考古资料 了解到的北魏洛阳与宁寺 它的一个整体的建筑的一个平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寺院呢 整个呢 平面呢大概是一个 东西大概两百多米 南北三百多米 一个纵向的一个长方形 中间呢就是那个巨大的一个佛塔 我们考古发现了解到这个院墙呢 是在地面上采取夯重而成的夯土墙 宽度大概1.5米左右 现在呢这些围墙呢 在地面上都看不见了 全部当时被破坏掉了 这个墙的夯土地基 它还残存的厚度大概有一米多 地基部分的宽度是2米2到3米9 非常的宽 在院墙的内外两侧不同的地方 我们都发现大量的这个图的猪的 就是用那个红色猪红色和白色 交替绘画的这种墙皮 我们知道这个墙它因为是夯土做的 那么夯土做的大家都知道 它会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 雨水冲刷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古人非常的聪明 我们考古发现呢 推测这个墙呢 顶部呢可能并不是说就是一个墙 它这个墙上还要用短的船子 搭成一个屋顶的样子 然后再附上挖 我们现在在朝鲜街的北边 有那个猪红色那种大墙 那个墙的顶上 是不是也有个像屋顶一样的一个结构 那就和我们文献记载的 这个永宁寺的院墙的结构 是比较类似的 所不同的是呢 长安街北边那个墙 顶上是用琉璃瓦做的 但是我们永宁寺记载的呢 这个墙顶上呢 附的是木头的船子和陶制的这个瓦 所以说呢 通过考古资料呢 和齐兰街的记载屋 对应了以后呢 我们觉得齐兰街记载屋顶屎屎 那种可能性呢 应该是可信的 另外一个呢 除了这个塔的这个寺院本身之外 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现 就是南门 南门遗址 大家看这个白颜色的呢 是什么呢 我们称之为叫储痕 储痕是什么 和储石有什么区别呢 古人是要用石后 垫到柱子的下面 起到什么作用呢 稳定防潮的作用 但是呢 除了这个储石之外呢 古人在这个储石底下呢 也要做一定的加工 就像我们现在盖房子要做地基式一样的 所以说呢 当这些储石被破坏掉了以后 储石被别人拿走了以后 但是储石底下做的加工的这个痕迹 会保存下来了 也就是说我们就在图上看见的白颜色的 称为储痕 南北一共有三排储石 这个东西一排呢 共八个 一共有24块储石 就形成一个什么呢 东西面阔七间 南北近深两间的一个建筑 这呢也和洛阳奇兰记的记载 和它的布局呢 也基本上是一致的 在寺院的北边 除了塔之外呢 还有一个佛殿 但是呢 因为19世纪二三十年代 在修建这个龙海铁路 和当时的这个公路的时候呢 这个对这个区域的破坏非常严重 所以说我们在考古的过程中呢 这个关于建筑的具体的细节呢 荡然无存了 大致只是通过它的这个 夯土机制的基本形式 它是一个东西54米 南北框25米 一个长方形的夯土地基 这个寺院的本身 最重要的部分什么呢 就是这座这座塔 这个塔究竟有多高 我们刚才也说了 大概120到150米 那么永宁寺的塔 在1500年前 能不能修得这么高呢 我们先从这个考古的 具体的遗迹上 我们去看看 它有什么特别的结构没有 这张图片呢 我们看到是1999年和2000年 我们对这个塔基因 发掘的时候的一张图片 白色的中间的部分 就是当时的塔基部分 它是个方形的 东西和南北的宽度 大概38米多 在这个中间呢 就全部是夯土部分 然后再到中间呢 我们看到一个排列有序的 浅灰色的东西是什么呢 是它的这个储石部分 我给大家刚才讲叫土木混合建筑 也就是说呢 用夯土和中心的土坯 这是土 和中间用大量的这些住处 木结构的东西 共同构成了这个塔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结构 像我们今天的钢筋混凝土的结构 所以说从这点上来讲 这个建筑结构满足我们修建一个高层建筑 一个需求 还有一个呢 就是塔本身刚才说的 大概是38米建方 但是还是没完呢 38米这个区域 是它的中间部分 在外面还有个100米建方的一个 塔的地下基础部分 而且我们到通过考古呢 也知道 在当时在这个塔基的东边 地下基础部分 在它的边缘部分 边缘部分的厚度 大概有2米7多 然后呢 它的底部并不是个平的 它像我们锅底一样 越往中间的这个厚度越来越厚 越来越厚 我们现在发现最厚大概4米多 如果说 我们就平均按4米算的时候 大家可以想一下 一个平面上100米建方 4米厚的夯土地基 如果用土方量来算 用容积来算 是多少呢 是4万立方米 1500年前我们的古人 用了4万立方米的地下基础 然后在中间的部分 形成一个钢筋混凝土的一个结构 共同来解决 我们这超高层建筑的一个结构问题 永宁寺呢 它承载了什么 承载了北魏王朝最后的一个辉煌 当它矗立在北魏洋城的 那一刻起 这种盛大壮观 完全代表了北魏牵涂洋洋以后的 盛世的一个气象 也是 我们称之为什么呢 北魏永宁寺是北魏当时建筑艺术的最高成就 但是就像我说的一样 从它建成到峰毁只有短门了16年的时间 公元534年 就是北魏的永溪三年的2月 当时永宁寺的木塔呢 因为雷电让塔从18层开始失火 就像我们现在一样超高级建筑的防水 是一个非常大的原体 一样 当时的大火 无人没有那么多的办法 只能眼睁上的看着这座塔 大火一直从第八层开始烧起来 一直把这个塔完全烧毁了 那么这么一个壮丽的建筑 它失火的时候 一地是大火的循环 那么循环大火 烧毁不只是这座塔 而且烧毁了 当时人心目中有神圣的这种一个样子 这个塔失火的时候呢 很多人 这个僧人也好 包括百姓也好 都来围观 大家都一种信仰崩塌的这种痛 大家都放松痛呼 甚至于按照文献记载呢 还有三个僧人 觉得这个信仰完全崩塌了 这么高的一个神明之功的一个塔 就这么失火了 完全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眼睛看见它 焚毁 口火自尽 口火自尽 自焚而死 甚至于呢 就连当时派来专门救火这羽林军 都为这个羽林寺的 羽林寺塔的这个焚毁落泪 按照文献的记载 说这个火呢 烧了多长时间 烧了三个月 甚至还有什么呢 说周年悠有烟气 什么意思呢 过了一年的时间 还有余烟 余记仍在冒着烟 从那土堆里头 散发出来 羽林寺的覆灭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讲 它也昭示着北魏王朝的陨落 二月份失火 大概到同年的十月份 当时北魏就分裂成东西魏 北魏王朝就灭亡了 这一部分的讲述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刘老师 刘老师 有情 曾经的那种辉煌和突然间的烟灭 对 烟灭 给大家内心一种强烈的震撼 对 但是伴随着永宁四塔 其实也是一个曾经辉煌一时的 王朝的落幕 是的 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是 永宁四塔塔基的遗址 说实话 如果你不知道故事 看起来就是一泼黄土 一泼黄土 刚才提到了这个洛阳永宁四 是由胡太后最后来下旨来建造 胡太后跟那个孝文帝是什么关系 我猜是不是 胡太后是孝文帝的媳妇吗 儿媳妇 对 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胡太后孝文帝 包括他们之间的这个儿媳妇这个关系 就牵涉到了中国历史 尤其是北魏时代 一项极其残酷的制度 因为皇家大家都知道 母贫子贵 对吧 如果嫔妃或者皇后生下来的男孩子 尤其如果她是嫡长子的话 那么她就有可能继承皇位 或者继承这个帝国 那么但遇她的这位女性 就母贫子贵 享有崇高的地位 但在北魏却不是这样 这一项什么样的制度呢 大家知道吗 会有留子杀母的那种制度 给其他几位同学稍微解释一下 就是会怕那些母亲那边的外戚 会干涉朝政 所以会让她生下儿子之后呢 就会把这个母亲给杀掉 这个呢在文献上记载 或者是在我们史学研究里 称为子贵母死制度 也就是说呢 如果这个后宫的嫔妃 但遇皇子 而这个皇子又被立为太子的情况下 子不光是有但下皇子 子贵贵为太子的时候 会要把她的生母杀掉 放到任何时代 这都是一个非常血腥的 非常残酷的 非常没有人伦的这么一项制度 但是呢这项制度呢 在我们可以讲 这是北魏的一个传统 可以坦白地讲 在一定程度上让北魏 让托拔鲜卑 很快地从弱小走到了强大 也直至最后统一的中国 北方黄河流域 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没错 当时胡太后进后宫的时候 大家都因为这个制度本身 都不愿意去待遇皇子 导致皇权的血脉延续 出现了问题 但是胡太后 非常有勇气地去 去待遇了一个皇子 所以按照这个 按照子贵母死的制度 他就应该被处死掉 但是呢 就是因为他的权谋 他的勇气 他终结了这场制度 儿子最后登基了 成为皇帝了 他本人也以太后的身份 专权设政 成为这项制度的终结者 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讲 胡太后这个人 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女性 其实是从孝文帝开始 就对这项制度提出了非议 但是没有最终落实 而真正最终落实 换句话讲 也是在这个时代推动上 胡太后本身也是这一项制度 调整之后的最直接的受益者 是的 也是终结这个制度的 最直接的推动者 是的 是的 董宁寺呢 我刚才给大家主要讲的 在建筑上 它的这个雄伟 它的壮美 和它的峰悔的这个过程 而我们考古发掘呢 另外还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发现 就是在永宁寺遗址的 发掘过程中 我们发现了大量的 和佛教塑像有关的碎块 就像我们刚才开篇 看到那个半张佛面一样 那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保存最完好的一个 而且是最具美感的一个 事实上来说呢 这样的塑像 我们大概发现 就大大小小的碎块 大概三千多块 而且都是很碎 很破碎的一些碎块 但是呢 就是这些碎块 已经让我们 为这种高超的雕塑技术 和它呈现出来这种美 深深的折服 我们可以用一些图片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件头像 我们通过不同的角度 好看吧 是不是和那个佛面一样 给我们一种完全的 一种艺术的美的一个享受 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 好像这个比例 有点不是很协调 大家有没有看见 脖子是不是显得非常长 这是古人有意而为之的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 就是这些塑像 是怎么制作的 不同种类的塑像 它的制作技术呢 不仅相同 但是一般来说都是什么 头和身子是分开制作 然后把头插到身子里面去 所以拼合而起来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见 这个脖子比较长 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有一部分 在安装之后 是要被隐藏起来的 是为了便于他们拼合安装 是这么一个情况 从这张图片上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这个脖子地方 它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挖痕 中间一个圆圆的一个凹窝 这个就是把头和身子 拼合时候的 故意留下的这么一个痕迹 所以通过这些痕迹 我们了解到了这个塑像 本身是怎么制作的 另外还有一个 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塑像 大家看这个塑像 我们可以看到脖子部分 因为拼装了以后 后来断裂了 所以脖子那个长的部分 就留在了个身体这个地方 但是大家是不是还很好奇 那上面还有一个圆孔 那个圆孔是什么呢 是手里当时持的这些物品 可能会用木头什么东西做成的 大火焚毁以后就把木头烧掉 烧掉只剩下一个什么 当时插这个木头这些东西的一个孔洞 这个拿的可能会比如说金帆呀 或者说团扇呀 或者是持剑呀 这些东西的 这个角度可以看得更清楚 两个手上下 还并行排列的 中间是一个孔 手里吃的物品 把它放到里面 这样组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塑像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到龙门石窟 去再看的时候 这塑像都不是说 像我们现在看着一个一个一个的 它是怎么着 有一个空间上一个排列 不同的部位 有不同的塑像 有不同的题材 从这个图片上 我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 这个塑像 好像是个半边人的形化 左半边是一个完整的 好像持剑的这么一个情况 右半边是齐齐的是一个边 那不是破坏掉了 也不是我们把它齐割出来了 是它本身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也就是什么呢 右半边是因为贴着墙壁 所以就把它 就像我们做画一样 不用做出来 就墙壁把它遮挡起来了 所以这个我们就看到 古人对于这些塑像本身 每一个他在空间上的位置 他的安放的方式 都是有严格的计划和规划的 还有很多 你说像这个 背面是个平的 那说明什么呢 这个塑像本身是要靠着墙摆放的 这面不被人看见 那么我们再不用去费心 去把它做得好看一点了 这也是一个经济实用的一个办法 对不对 我们一看到这个塑像的底下 有那么长长一个头 我可以告诉他那是个铁心 就这个塑像可能不靠墙 不靠墙就得悬空 那悬空的时候就怎么办呢 用铁的东西 在制作过程中一个铁心 然后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挑灯一样 就把它从墙上伸出来 一个铁质的一个东西 把它拖起来 这个也是下面可以看到的一个铁心 而且这个可能还是两条铁心 共同承托一个塑像 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样的话就是不同的位置 用不同的方式 用不同的造型 共同表现一个题材 还是这么一个过程 也就是说所有这些塑像 无论是靠墙的还是靠边的 还是墙角的塑像 它们都是经过统一的规划 就我们现在讲 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设计图 设计图画好了以后 再根据设计图上每一点塑像 它的位置去单独做每一件塑像 而这些塑像都是拼合做成的 然后这些塑像之间 又要通过复杂的连接关系 把它固定到墙上 所以说它是什么呢 它不是批量生产的 每一件都是单独制作的 而且每一件它的题材 它的人物的身份 它的衣室 它摆放的位置 它的手里拿的东西 都是独一无二 都是要经过细致的规划和设计的 这其中蕴含的智慧 凝结的工作量 大家是不是可以想见呢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刚才可以看到 很多塑像本身呈现的颜色 是不完全一致的 我们看到有这个黑色的条带 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些塑像 当时都是彩色的 不同的部位用不同的颜色 所以是一个真正的意义上 一个彩绘的一个塑像 但是呢 这些泥塑 在经过当时大火的烧的过程中 这些颜料本身产生了一些化学反应 使得颜料失去了 它本身的一个颜色的样子 我们看到的是经过这些泥塑 经过高温烧烤以后 遗留下来的 但是即使我们现在看不到 本真的颜色是什么情况 但是我们通过现在这些塑像残块 我们看到 无论是裙带 腰带 惯事 包括衣精 衣领的颜色 大大小小各不相同 五彩斑斓 这些塑像呢 事实上来说 我们一共发现大概有三千多块 按照我们考古学这个塑像呢 大概分成大像 中像 小像和隐塑像四种 永宁寺的塑像呢 我个人觉得呢 它仅存下来的 可能是当时大概十分之一的 这么一个一部分 但即使这十分之一 我们通过对每件塑像的制作技术 对它的衣室 对它的位置的复原了解 也让我们窥探到了当时古人 做一个当时最顶级的工程 皇家寺院在做这批东西的时候 它是怎么样从设计到施工到安装到着色 到最后呈现出来的 但是非常不幸的就是有这些塑像 还是没有办法让我们对这个整个永宁寺 这个塔基的这个塑像的全貌 有一个真实的了解 但是不妨碍 我们依据我们现在出头这些资料 做一些大胆的一个推测 这个去年的时候 我们在做永宁寺展览的时候 我们做了永宁寺塔 首层南立面的一个想象图 这个塔首层也是每一面大概是七间 当时我们考古发现 就是中间这五间 都有最两边的所谓的烧间是什么呢 我推测是不是就是 我们现在我们拿这个龙门石窟也好 同时代的拱线时候 这些皇家的石窟资料 做一个隐身的话 推测的可能就相当于 帝后礼佛图的这么一个题材 所以说当时我们在展览的时候 就和洛阳的这个艺术家们合作 他们用图画的形式 大概其把我们对于 永宁寺塔首层南立面 这么一个建筑结构和塑像 大概一个情况 做了一个艺术化的一个呈现 所以说通过这个图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 古人在面对永宁寺塔 永宁寺塔的塑像的时候 他们凝聚在其中的这种智慧 蕴含在其中大量的人力 和呈现给当时人们的这种 视觉上的震撼 和留给我们当下 丰富的想象空间 真可谓 金氏之作 神明之故 谢谢大家 谢谢刘老师 来 刘老师 谢谢 看到那么多的塑像 其实也让我们在惊叹 就是北魏的这个造像艺术 包括整个北魏的建筑的那个艺术 如此成熟和发达 这样的一座宏伟的建筑 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这座高塔有多少层 九层 九层 你认为是九层 刚才老师不是说的九层吗 老师说是九层 就是九层吗 我猜是十一层吧 十一层 我们取一个中间数 大概它的高度 就是一百二十米左右 一百二十米 到底应该是多少层 除以九 每层大概得有十米多 十米多高啊 我们今天豪华大别墅 也不过七米多的挑高 那位同学说十一层 可能十一层 每层接着下来 也得将近九米多 十米 所以它应该是多少层呢 好 我们没有答案了 我们请教老师吧 是这样子的 关于塔的 用宁斯塔的这个层数呢 这个文献记载 还是比较明确的 文献记载是九层 虽然没有实例 没有实例 但是我们很有其他的资料 大概我们觉得 一个皇家寺院 这个建造九层 也符合它的规制 所以说我们认为 文献记载的九层呢 是可信的 但有一点啊 大家去看 比如说大雁塔 是七层 七层啊 塔一般是越下边的 越高 越往上 因为它这个楼层 就会越矮 就即便是像大雁塔 这样高的塔 我小时候登上去 最高一层 你就已经直不起腰来了 大概只有100厘米左右 那如果是120米高的楼 层层地减的话 那最下层得有多高啊 得有二三十米 三四十米高吧 怎么可能呢 北魏时期的历史文献 对于不同的塔呢 就是洛阳城里头 不同的塔的层数 有不同的记载 有三层的 有五层 有七层的 也有九层的 然后呢 我们除了这些文献资料以外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同时代的 比如在云岗石窟里面 有很多佛塔的 这个建筑的这个样子 我们可以看到 塔的这个形态 也有五层的 也有七层的 也有九层的 不同的 另外呢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我们也有看到一个 北魏时期的一个 原雕的一个塔 因为这种塔都是平面上 高浮雕的 还有一个比较有名的 就是曹天杜塔 我们看到 它也是个九层的塔 所以说呢 结合文献记载 和这个相关的图像资料 和实物资料 也包括 宏宁寺的这个地位 我们认为九层呢 相对来说 可能是可信的 第一个问题 但是第二个问题呢 刚才 刚才小李老师也说了 这个塔究竟 每一层有多高 这个呢 成为困扰 我们研究的一个 非常核心的一个问题 这个对于 永宁寺塔的这个复原呢 有很多学者做过研究 有最早的那个 杨洪勋先生 做的一个复原 然后呢 这个有 钟晓星老师 做的一个复原 还有呢 就前两年 王贵祥先生 对于塔 做的一个复原 大家看嘛 这个第一呢 本身 极数 九层 大家都是遵循的 没问题 对 然后这个差别呢 主要是两点 第一点是 总高 几位先生 对于这个总高呢 也差不多都是 120到150米 然后就剩下一个 最核心的问题在哪呢 就是所谓的地减率 对 就是说每一层塔 然后从下往上 它的这个层高 会有一个 会有一个地减的 一个变化 然后这个变化 是怎么一个 呈现出来的 这是一个 再一个可能 相对来说 不是特别直观的 就是塔的这个 轮廓线条 对 就是有的塔 你比如说看 杨洪勋先生 最左边的 胖一点一样 更像楼阁式 对 但是呢 无论是 钟晓星老师的先生 还是王贵祥先生 复原的 我们看见 更细长一点 更细长一点 不同的学者 都是基于 自己对文献的理解 和我们考古资料的 这个认识 做的一个复原 很难讲 孰优孰略 大家有什么话题 想交流的吗 刘老师您好 就是我知道 一般佛塔会下设地宫 那么目前考古发掘出土 最有名的就是 法门寺的地宫 对 所以我想知道 就是永宁寺 他在考古发掘过程中 是否有发现地宫呢 谢谢 谢谢这位同学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也是我个人觉得 也非常遗憾的一个问题 先回答这个同学 这个问题 就是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讲 到目前为止 我们对于永宁寺塔 有没有地宫 没有任何直接的考古资料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不知道 他究竟有没有地宫 是这么一个回答 但是我个人的认识什么呢 塔本身呢 就是用来意埋舍利的 或者说跟佛教意埋制度 有关系的 最直接的一个证据呢 是我们近些年 在那个河北寒南的叶城 就是东西魏分裂之后 东魏和北齐的这个都城 叶城呢 发现的几座寺院遗址 都在这个塔基底下 发现了和地宫有关的石函 所以说我们推测的 永宁寺塔是 可能应该是有地宫的 这是我要特别讲的 第一 我没有任何直接证据 说它有没有地宫 可能是推测 但是我个人呢 觉得应该是有地宫 所以刚才也说了 我自己对这件事情 可能有点遗憾 是什么呢 当年99年的时候 我们在发掘 发掘永宁寺塔的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塔上面 所有后期倒塌的堆积 全部清理掉 我们发现在这个塔基的西侧 有一个稻洞 这个稻洞呢 是从西侧往东 直直穿到塔心里面 然后呢 再又往下挖下去了 当时发掘的时候呢 就是把这清理开 有一个坑道一样的东西 我当时呢也年轻 我就想 我就从西边钻进去 试图呢 想下去看看 有没有更多的一个信息 但是呢 因为这个塔呢 我们刚才说了 它不是完全夯土做的 是用土坯累计起来的 就是这个坍塌的可能性 我就稳定性比较差 所以我们当时 这个老师就劝我说 这个有点危险 所以我就没有进去 也没有下去 所以时至今日 这个道坑底下 就是什么情况 我们还不知道 所以对我自己个人来讲 是非常遗憾的一个经历 但是呢 也把永宁寺塔 有没有递供这个问题 这个谜底到现在 还给大家保存在这儿 可能对永宁寺来讲 留下这个谜 对它就是最好的故事 是的 刚才呢 大家展示了永宁寺的塑像的精美 大家肯定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北魏为什么会有 这么灰红的佛教建筑 有这么精湛的佛教造像 这个艺术 在北魏时期 为什么会形成这么艺术 这么一个高峰呢 我们以永宁寺为例 我想呢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或者更直接的一个原因是 永宁寺他的地位决定的 他是一个皇家寺院 他的修建 直接和北魏迁落之后的 两个最重要的政治人物有关系 肖文帝规划 胡太后建设 建造 所以说他的这个地位 可以倾全国之力 来建这座寺院 建这座佛塔 宿这些精美的这个佛像 那为什么皇家要花费 这么大的力气来做这件事情呢 这事实上呢 就是和我们佛教发展史上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 有关系 就是皇帝是当今的如来佛 拜天子就是礼佛 这么一个思想 这么一个观念有关系 那么既然有这种观念的加持 那么皇帝就需要 用这些精美的塑像 高大的建筑 来体现出来皇权的神圣 让老百姓通过拜佛 来加强对皇权的这个崇拜 所以说呢 为了建造有名次 刚才也说了 不但耗费全国的 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还有什么呢 大量的技术工匠 包括建筑方面的 艺术方面的 各个方面的这些 有识之士 一起来参与到这个工程中 才能把这个工程 做成一个举世着力的 这么一个工程 当时呢 这些著名的人物呢 我们现在按照文献的记载 还有很多人的名字 我们现在依然可以得知他 比如说 有一个人叫郭安心的人 他呢 是这个 按照文献记载的 他是当时 北魏皇家的这个将官 而且呢 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呢 是我们前些年 在洛阳地区 发现了郭安心的哥哥 他的墓志 详细记载了他的这个事迹 也就是说 把郭安心这个人 从史籍中拉到了什么 拉到了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来 另外我们知道 龙门石窟呢 最早的开凿呢 也在北魏时期 而且呢 我们现在去看的时候 北魏时期最著名的 就是那个冰阳洞和古阳洞 文献记载呢 在这个冰阳洞 还没有修完之前 所耗费的人工 就已经有八十多万个 冰阳洞呢 开凿的时间呢 长达二十四年 你说通过这些数字呢 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伟大的艺术作品以后 一个伟大的建筑 一个伟大的作品产生 离不开强大的财力支持 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要有能工巧匠 还要有什么 当时统治阶级的一个重视 是这么一个情况 永宁寺这个塑像 之所以如此的精美 和北魏时期 汇聚南北 融合东西的这种文化的交流 有关系 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呢 得益于北魏 对这个黄河流域的统一 和这个经济社会的发展 和文化的发展 所以才形成了 我们称之为 北魏洛阳风格的 这种艺术的风格 这个北魏洛阳风格呢 究竟是什么呢 第一个呢 就是绣古倾向 这是我们看到的 北魏时期的勇 和其他时期的勇 不一样 它的身材都非常的修长 而且面部都不是那么 粗犷的那种形态 都是比较清秀的 这么一个形态 都是面带微笑的 和其他时代的东西 就有很大的不同 除了这个塑像本身以外 还有它的衣饰 我们称之为什么 宝衣博代式 比如像我们中间 这件塑像 我们知道北魏时期 也是一个少数民族 所以它的这个服饰呢 从平成时期的窄绣 袍服 到后来华门的宝衣博代 衣饰层叠叠的 非常有装饰性 这是龙门石窟 冰洋洞的 我们可以看到 非常清楚地看到 这个底下的衣饰 一层一层堆砌起来的 除了单个的塑像之外 北魏的洛阳风格 特别讲究一个什么呢 讲究一个空间位置的 这么一个关系 当时北魏不仅强调 单个造像的这个精美 而且对于整个营造出来 通过塑像位置的设定 大小的题材的变化 共同去营造一个 充分的神圣空间 这是龙门石窟的 《地后礼佛图》 我们看到把这个复杂的人物 按照题材 按照主从关系 进行了一个充分的一个展示 该凸显的时候凸显 该侧身的时候侧身 该凸出重点的时候 必须吐出重点 这里头所有的人物 第一它不是等大的 那么最大的是谁呢 大家依望而知是谁 而且另外一点 大家去看其他的人物 都是什么 身子或多或少都被遮挡了 只有最大的一个主要人物 它是个完整呈现出来的 所以在看似不经意之间 通过塑像的大小 尤其是位置的变化 体现出了我们这个题材的 主要部分在哪 非常具体非常生动地 把主题凸显出来了 另外一个呢 比如说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 拱线石窟那个飞天 拱线石窟呢 也是在我们洛阳城的东边 也是当时北魏的一个皇家石窟 这个是那个枯杆上的 一个飞天的样子 我们可以看到 侧身的须之的一个飞天 它的飘带迎风上扬 这个真叫做偏若游龙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北魏的艺术风格呢 就有这么多特征点 而且这种艺术风格 它不只是在佛教艺术上呈现出来 我们刚才看到了 在哪儿 在涌上也呈现出来了 而且不只是在造像上呈现出来 在浮雕上 在其他的艺术题材上都有呈现出来 所以说呢 包括永宁寺的木塔 包括龙门石窟 包括狗县石窟这些 北魏时期的皇家的佛教寺院 或者是这些寺窟 它的这个造像 表现出来的风格和特点 使得我们通过这些东西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北魏都落以后 佛教在这个时期 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阶段 这个呢 也代表了这个时期 佛教造像和内容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流派 也就是说真正地形成了 北魏艺术的洛阳风格 我们再放到一个 更宏大的事业上去看的时候 永宁寺给我们呈现出来的 无论是建筑 高耸入云的佛塔的建筑技术 和偏若犹龙 唯妙唯孝的造像艺术 所给我们呈现出来的这种美 都是什么 都是北魏民族融合 经济社会发展 文化大繁荣的一个直接的体现 所以我们经常讲 北魏永宁寺的佛塔 是北魏建筑技术 所取得的最高成就 北魏是作为第一个 统一中国北方黄河流域的 少数民族政权 它在这个统一的过程中 给我们呈现出来的这种美 这种文化的发展 技术的发展 背后都是什么 都是我们中华文化发展 中国文明的发展 和我们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 从秦汉时期的形成和强大 到我们隋唐盛世 这么一个发展过程 所以说我经常讲一句话 我们永宁寺见证了什么 见证了中国历史 从强悍到盛唐的波澜壮阔 这也是永宁寺带给我们 最真实的 对于历史的理解和体验 感谢刘老师带来的精彩的讲述 这段讲述不仅让我们回到了北魏 让我们感受到了北魏 这个特殊的时代 创造的文化上的灿烂和辉煌 更让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大时代 有了更多的认知 今天我们来到洛阳永宁寺遗址来参观 能看到什么呢 我们也很好奇 老师跟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如果我们再去洛阳的时候 我们能看见我们进行过 复原保护的这个永宁寺塔基 就是我们按照考古发掘出来这个样子 然后把这个真实的遗迹全部掩埋起来 整体抬高一米多 然后按照它原来样子 重新做了一个模型 只是做了一个塔基残壮的一个模型 放在那个还在遗址的原位上 但是没有附件当然原因会非常多 我们想用这种一个残迹 让我们每一个人到这儿发思骨之忧情 这是第一 第二体会我们历史 有这种历史的真实感 而让我们更多地去思考 去看待历史的事件 思考历史事件背后这些原因 这个建筑是什么 这是一个建筑效果图 很漂亮 这个是我们的正在建设中的 捍卫洛阳故城遗址博物馆 我们这个计划是今年的十月份 建成开馆和大家见面 2024年的十月份 希望大家到开馆的时候都去参观一下 我们今天非常地感谢刘老师的到来 带领我们一起走进了这段历史 让我们感受到了那段辉煌 也告诉我们这个安详宁静的 面容背后的故事 我们起立再次感谢刘老师的到来 谢谢 考古工作就是这样 沿着时光的长廊 逆向而行 不断地探索 带领着我们向历史的真实 靠近一点 更接近一点 永宁寺消失在了历史当中 但永宁寺的故事没有落下帷幕 相信考古人的脚步也不会停歇 希望考古工作 为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 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次 和历史会在哪里相聚呢 再次感谢各位的到来 也谢谢各位的收看 下期考古公开课 我们再见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